NGA Live 就好像覺得哇這也痠那也疼 就可能到處找醫生 或者也沒有找對醫生 就最後去查原來是腎結石在作祟 醫生那現在腎結石 也有年輕化的問題 當然我們最擔心的是 現在的飲食習慣的改變 現在真的是那個經濟太發達了 然後大家又崇尚一些美食足音 吃了大魚大肉 然後又喝了一堆的 那個含糖的一些飲料 含糖飲料 對 茶類 我們剛剛講說茶咖啡可可這類的 其實它的草酸會比較高 然後大魚大肉又尿酸又高 那所以這種叫 我剛剛講尿酸鈣跟草酸鈣結石 它們機率都很高 那包括痛風 包括代謝症候群 所以我覺得大家要從 要保持身體的健康 除了喝水 就要從飲食習慣去改變 喝水不是喝一般的飲料就對了 好 那缺乏鈣子 是不是只有可能 只有骨鬆的問題 這個就太小看鈣這個東西了 所以這個答案也是錯的 這當然是錯的 我們正在想說 我們分急性起跟慢性 你如果突然一個急性的低血鈣 常常跟腹腳上腺功能的切除有關 然後這種突然血鈣偏得很低 那病人會手腳發麻 甚至嘴腳這邊整個發麻 那比較嚴重的 會產生那個叫 突發性的心率不增 甚至造成心臟衰竭 低血壓死亡 這是說急性 但是大部分的鈣不會 我們不是那樣子急性的掉下去 都是慢慢慢慢 今年累月的缺乏 有些一些像我們在講喜歡喝咖啡的 停經後的婦女 這類食物偏食的 那這它會產生什麼 經常 大概除了我們講 除了骨質疏鬆之外 它指甲會變得比較軟 牙齒也會不健康 很容易蛀牙 那毛髮皮膚都會老化 容易分裂掉下來 那甚至有一些研究說 它會產生一些白內臟 那甚至影響到我們的中樞神經系統 會產生一些不自主的一些運動 這個是長期低血鈣造成的一個 低血鈣 不是單純就骨質疏鬆而已 好 所以醫生也說得非常的清楚 最主要就是說 如果我們要預防一些腎結石的話 你也哭口婆心說 你就喝就水就好 就很單純的水就對了 那水應該怎麼喝 比如說這個天氣很熱 那阿兵根如果真的要喝到5000 大家就怕水中毒 那這個會不會又喝太多 所以到底應該怎麼喝水 我們要有請營養師來幫大家說明一下 那剛剛醫生也講 其實我們到底有沒有缺水 水要喝多少 其實做一般見點就可以 待會兒請您補充 到底要喝多少水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這個大量的水分 2到2.5公升 是指說產出來的尿液量 所以如果你反推回來 你至少要喝到 大概會誤差 大概就是你要加500 所以就是2.5到3公升 然後大家就會想說 那第一個就是 我每次我會問大家說你喝多少 比如說大家看現場的杯子 對 這個大概250 對啊 你看250 有人說300 有人說150 有人說350 大家感覺都不同 那我就要提醒大家什麼 就是你乾脆就去拿一個 就是先有涼杯的 去導在你常常用的 辦公室的 或是你家裡的杯子 先確認 你到底有沒有喝得到 比如說3000cc 好 這樣子的概念 第二件事情就是 比如說我很簡單 就是我每次就是看一下 我的尿尿 它是淺淺的顏色 還是深深的 還是很明顯有黃色 就是你自己就會去抓尿液的顏色 就會知道自己喝到什麼程度 對 那再來喝水也有時間 就是說我們今天在節食這個部分 它不是說我白天因為很忙 我一整天都不喝水 我到了晚上狂喝水 那個沒有用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其實像聖結時常 我都會遇到會發作的人 大概有幾個 就比如說像夏天會 然後這個因為夏天有時候 大家就會覺得 流汗多 就是出去的多進來的少 對 然後再來就是 還有一種狀況 就是去旅行的時候 因為大家很容易去旅行的時候 就會你知道 這個交通接駁的過程 不想去尿尿嘛 就會少喝水 有些人就會這個時候就會痛起來 那再來就是 我們要怎麼去看他要喝多少的水 就會建議每一次就是 平均分次啦 就是250 250 250 尤其睡覺前 如果你是常常都是這個節食的人 就會建議你睡覺前 再喝個250cc 就是你可以睡覺前 一個小時喝也可以 讓你這個晚間的這個尿液 不要這麼濃縮 那再來就是我們 如果要更科學化的知道說 我今天喝的水量 對我有沒有幫助 到底這樣是夠不夠 那我們也可以 譬如說我們就去加醫科或腎臟科 我們就去看這個尿液常規的檢測 是 對 那你就會看得出來 譬如說這個尿液的比重的狀態 有沒有比較好 就跟你以前比起來 有一些像有些人會有輕微的發炎感染 那你知道有時候 我們這個 你知道病人也有時候 有時候會這個 會這個挑戰我們的這樣 那他就是 比如說我跟他講說 你這些感染數據都是因為喝水不夠 對 他不相信 我就說你試嘛 你試三個月 然後每天喝三千西心 然後你再去加醫科去檢查 再去醃一次 對 然後檢查完以後 他都會回來跟我說真的 對嘛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檢查一下 OK 好 那再來就是說 其實大家一定要了解 就是說動物性蛋白質 你就很確定 就是說我們現在吃了這個動物的量 太多了 肉啊 魚啊 海鮮啊 花枝都太多了 那你只要減少你的這個蛋白質飲食 會造成你這個結石會減少 好 待會晚明還會跟我們講 草酸鈣食物含量比較高的 到底有哪些 我們會一併的幫大家做一下整理 謝謝晚明跟大家做一下 說明從營養室的角度給大家做 比較精闢的建議 接著我們講堂呢 要來關心的是我們的膽結石 我們要有請副作 副作有人說 這個膽囊結石也是一種富貴病 是真的吃太好嗎 是嗎 那個膽囊結石 現在這個頻率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對 那進步中國家 跟已經在 已經進步的國家就不一樣了 我們在20年前的肝內的膽囊結石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病人 現在這種病院幾乎很少找得到 那膽的話呢 他痛起來也不輸腎結石 也是非常痛 也是快要撞牆 快要撞牆 為什麼會痛呢 有幾個關卡會卡住 一個是卡在這個膽囊管這邊 我把它清一下 也卡在這裡 也卡在這裡 第一個是卡在這個可能是 這裡 卡在這裡 好 這一個地方會有 對 卡在這邊下不來 一個是卡在這個膽囊管這邊 這裡會卡住 對 一個是總膽囊管的下方卡住了 那這就痛得一塌無土 對 痛一塌無土 他痛得簡直是受不了 而且這個如果真的要取這個膽 應該說是膽囊裡面的結石 會不會比 這泌尿道的結石會更麻煩一點點 對 因為它不像聖結石說喝水的可以排出來 它要排卡在這幾關 一個是它的這個膽囊管這邊有一個 就是螺旋的半毛 所以它卡在那邊就下不來了 它有一個自然的 結果像一個螺旋半毛 對 那如果好不容易掉到膽囊管來了 要到總統管要留到社長去的時候 它如果掉下去就沒事了 可是它就偏偏這邊有一個掛約機卡在這邊 讓它下不去 所以就是兩關 所以如果說石頭卡在這邊 它痛的是受不了的 那膽囊會引起極限發炎 它很痛 那有時候就是一直膽 一直脹或是破掉 破掉 膽囊發炎很厲害 對 所以這個痛也不舒是 不舒不舒 對 卡在這裡是這樣 卡在這裡的話 它不但只有痛而已 它會防膽 因為膽子離不下來 所以膽子就整個 整個眼白變成黃黃的 小便就比剛剛大家講一樣 變成非常黃 你是非常黃的顏色 小便 所以如果是膽囊這邊有狀況的話 就是我們可以看眼白會變黃 那已經到膽管去了 它都戴掉了就對了 對 戴掉了 總之膽囊本身還不會黃 到這裡膽子 膽子沒有辦法正常分泌出來的話 膽子從肝臟的製造以後 經過肝臟的膽管 那總膽管留下來 所以我們每天大概600CC 到1000CC的膽子在流動 這麼多喔 對 但是會回收 我們到肝臟又回收回來 對 所以大部分都回收回來 一部分從大便解除 所以大便是黃色的 但是膽囊是一個儲存的地方 它儲存在50CC 正常是50 所以它不是很大量的儲存 但它本身在食物經過 比較肥脂的食物經過的時候 它會收縮 它會收縮 它本來是這個作用 但它的功用也是很大 而且是不能夠隨便就沒打 對不對 但是我們膽拿掉 是因為它已經 膽已經壞掉了 它不會收縮 它已經花炎了 長起來 變成在那邊花炎 所以它沒有作用了 就把它拿掉了 好 那我們進一步請教你 為什麼說這個膽結石 就像養珍珠 有什麼呢 對 因為膽結石是這樣子 它是膽子裡面的成分是三種 剛剛卵磷子 膽脂酸 跟膽固醇三種 那不平衡膽子又發生沉澱 對 那我們台灣最近越來越多 就是膽固醇結石越來越多了 因為膽固醇原本大家的食物 進取的量多了 就說它有腹肺病就是這樣 對 但是有一些疾病 會造成膽固醇會高的 比如說懷孕 它的那個會造成膽固醇的濃度高起來 它有一些就是肥胖 它很容易高 它有一些是像它服用一些 荷爾蒙的藥物 膽固醇會高起來 這些都造成膽固醇會高 是 副師傅我想請問你一下 那你們臨床上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數字或比對 就是說 我如果是膽固醇高的人 我一定都有膽結石 有嗎 就是我如果去做一些檢測的時候 會不會就是膽固醇高的人 是他的膽固都會有結石 不一定 機會比較高 但是不是一定 有的還沒有 沒有膽固醇高有結石 但是 反過來講 它有的時候就是膽固醇高 厭血高 可是你做擦撥就可以知道了 這很容易 擦撥沒有石頭 但是另外一種是說 減肥很快 本來是很胖的它刻意要減肥 減肥減得很快 一天吃一餐這樣 它會長成石頭 因為它膽不動 不太有收縮 另外除了膽子 新種除了膽子的成分以外 膽固收縮的問題 它比較不動 不太收縮不太動 它會沉澱 一樣的 所以像極速減肥的後餘 這樣也會出現 對 它也是會沉澱 因為沉澱 它以為說變瘦會很好 結果它斬這種石頭 它都沒有在吃 它沒有收縮 對 它沒有在收縮 所以反過來 另外一種是 它膽固的結構本來就有問題的 它是先天的結構就有問題 所以有時候家族性 怎麼全家都還在膽結石 對啊 好像也是 是不是有體質 對 也有 當然也有生活習慣一樣 剛剛跟身體實驗性 它也一樣 對 那它的膽囊 如果結石的話 是不是大家可以 黑白黃鶴 就是有搭這個四大類型 這個顏色可以代表說 它的嚴重性嗎 對 對 這幾個成分是不是很一樣的 膽固醇大部分這個顏色 非常漂亮 大部分都這個 對 都漂亮 這個好像珍珠一樣 這是公主期 8%是膽固醇的 對 它這種圖 不是一樣的 每個人長頭都不一樣 對 每個人的石頭都可以 帶回去做紀念 因為它外面買不到 自己也是我自己製造的 這比較真正 而且每個人都長得不一樣 對 不是別人給你的半角色 對 有的很多的很少 有的一顆很大大的這樣子 對 顏色比較漂亮的顏色 那這個比較髒 看起來那些髒髒的 是所謂的膽固醇結石 所以這顏色不是代表說 不是 這個還有一點混合 真正的膽固醇 像軟軟 這樣軟軟 這樣沒有成形的 不太有說 髒髒的 像以前乾淡的結石 乾淡的膽固醇 全部都是膽固醇結石 以前是因為 那以前是營養不良 對 營養不好 然後又感染 然後造成這種 還有一個是 現在就是 那個乾淡的膽固醇 有異常 這樣的話就會造成 乾淡的膽固醇結石 那都是這種時候 幾乎都全部百分之百 都這種時候 現在比較少見了 很少了 對 所以是比較爛爛的 黑黑的這樣子 對 那還有一種是 這個比較 有一點比較茶褐色 這個 對 但是還有一種是這樣子 是 那個血液病 它不是鐮刀型紅血球 有這種限天的 對 那個黑人的族群比較多 對 還有的是那個 圓形的紅血球 它自然就會導入住 會沉澱 會產生石頭 對 這個就很難了 這是比較少見 對 它是血球造成它 不是它吃了什麼東西 那它要怎麼知道 它有這個問題 是要去湊血 傳播一看就有了 就結實了 對 它也會痛 一樣會痛 也是會痛 對 會沉出來 那還有一種肝硬化的病理 是用這種石頭會沉澱 會出來 是 是 那所以比較常見就是 它的成分就是 這個是比較多 但是混合質占很多 因為就是說 不是單純的混合的 好 所以以前我們說 治療是不是用 濕藥給它溶解 要Pure的這個 胆固醇血質 可能有一點功用 可是大部分都沒有這樣子 大部分都混合的 幾乎都有混合 就是胆固醇 跟胆紅素這邊混在一起 就對了 所以顏色是這個 對 這種成分的混合比較多 對 像這個80% 也是因為20%不是它 所以還是混合的 所以很難 我之前有用肝膽排斥法 排出來的時候 大概是這個顏色 但是我不是說 鼓勵大家去肝膽排斥 因為這是網路上 大家在那邊流傳 或是現在比較走 比較另類的療法會這樣 等一下我要請教 專家的一個說法是 專家看法是如何 那現在問題來了 對 很痛的時候 是 這種膽固醇 都可以 膽固醇的 這種成分會痛 還是這個都會痛 都會痛 它痛主要是 剛剛是說它卡住 而且石頭越小越痛 越大越不痛 它越大 就是長在那邊 就不太動了 但它只要不要卡到 那個膽管就不會痛 小石頭越來動動去 對 小石頭比較會動 比較會痛 對 滾石才不會生胎 對 滾石它很痛 它就受不了 它受不了 它受不了 痛起來不一定是幼傷腹 我們膽在幼傷腹 可是它痛起來有時候不是 是痛在中間胃一樣 很胃痛 有時候很痛 有的是痛到肩膀去了 對 總膽管的時候會這樣子 對 那副作 那這個 如果膽囊結實的時候 對 那是膽固醇的話 阿克林 我記得我們常常去做超音波 現在很多人都膽囊結實問題 對 是不是不大 就是不要超過一公分的觀察 不是大小 不是大小 不然是看症狀 譬如它邊有人都沒有症狀 它是被健檢發現有膽結實 問他有沒有症狀 通通沒有 可是一個是問得有沒有清楚 有的病人他只是覺得複臟 吃完就複臟 其實是這種症狀 他可能說 都不在痛 其實不一定痛 他有時候就不會滾動 不會痛 但是吃完就複臟 因為他吃完以後 吃完油脂的東西 他膽量縮縮 沒有辦法縮縮 縮縮不好 就會複臟 就覺得膽量很濃 那是一種症狀的一種 有的是完全沒有症狀的 譬如他是 無意中發現沒有症狀的話 一般我們就去他觀察 不是麥克風把它抓來開 不是 那也就是說 不能夠以他的大小 不是用大小 而是用症狀 來論定說他是不是要拿掉 症狀 一個是他膽的形狀 譬如他膽裡面很不規則 他可能膽囊癌有在一起了 膽囊癌有幾種 一種是膽結石太久了 發炎太久了 太多次了 又黏膜不斷地破壞 另外一種不是 另外一種是膽囊息肉 他長大了 息肉也沒有症狀 息肉完全是沉默的 息肉 但是息肉如果帶一公分 長大了解就很高 對 副說我請教你一下 所以現在不是看說 我去進去說 沒有超過一公分沒有關係 就觀察就好 所以不是以他的大小 大小 這個不是嗎 反正是要看他的症狀 症狀跟裡面有沒有長 其他東西 如果是造起來是 形狀是怎麼樣的狀況 就是黏膜裡面並不平滑 是這樣嗎 就 還是這樣彎彎彎彎是嗎 對啊 膽結石旁邊有一些 應該是長在這個地方 一些像息肉的東西 當然很大 怪怪的這個 或者這個地方都可能是 要小心 是不是膽囊癌 所以如果說到 一般是發炎結石很久的 發炎很久才比較會膽囊癌 不會說一個是剛出現 就膽囊癌不會那樣子 因為黏膜不斷的在發炎破壞才會 對 那這個裡面的黏膜是不規則的 這是膽囊癌的一種 所以那超音波一照就看得出來 應該可以仔細看可以 對 那發炎就是已經是到疼 還是有辦法 但是那腹臟這些都是算發炎嗎 算是症狀的一種 因為現在越問我就越緊張 對 那希望大家也可以做好一些預防 因為我們去檢查說 十之八九可能都有這種膽囊 息肉的問題 對 那怎麼樣避免它的一個產生 或者說你真的避免要怎麼治療 對吧 這也很重要 那我們先廣告回來之後 繼續請教副作 台風好雨期間 水利署防災資訊網可以查詢淹水警戒 還可以即時掌握最新的水庫洩洪 按核災水警戒 快上水利署防災資訊網 或下載行動水情APP 打免付費電話登陸式化 淹水警戒就同步送到家 侯移行電影 勇奪坎城映展最佳導演 張震舒淇 如今劍術已成 唯不能在決任務之情 刺客電影娘 八月二十八全台上映 富邦集團狹義贊助 有露鞍 薄荷口味 去過門 但不阿滴 但不阿涼 但不阿涼 有露鞍 最感冒頭痛 真有效 有效是當然的 好喝 真是高明 感冒頭痛 有露鞍 薄荷口味 酷 混 files 混是超方法 混是营作補充 有盈海人 り 자꾸坐渡 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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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胆囊這樣大概20分鐘就拿下來 20分鐘就拿 變成只有三個洞 所以他看完到以後 當天晚上就吃東西了 就走來走去了 會不會很快 生活很小 復商店現在進步了 所以這個胆囊是一大的福音 以前是傳統開頭 傷口比較長 會痛 這個不太會痛 病人很快就恢復 一兩天就回去了 那所謂胆囊照柔術 不是沒有做 是選Case做 現在很少這樣做 早期因為有時候胆囊很低很爛 或是病的情況不允許你開刀 譬如說剛剛中風 或是他腦部在出血或怎麼樣 其他情況是說他已經 根本沒有辦法麻醉了 這樣老人家你給他開 給他麻醉可能risk很高 就照口 照口就是把那個 胆囊脹得快要 快要花濃或是爛掉 把它打個洞 打個洞 現在這個照口是 也不用開刀 不用去開刀房 就用超音波或是電腦斷層 就可以插進去 把那個胆囊的胆汁 濃癢把它流出來 先救命 就要看每一個人的狀況 對 但是他胆沒有拿掉 所以他有後發的機會 早期我們老是 最初是以前我們的時代 沒有那麼進步的時候 是當然化炎濃了 先放管子給他引流 等他穩定再把它攔拿掉 以前是這樣分兩次這樣多 現在是看情況 所以難怪我有時候會看到 以前看長輩 他好像掛一個 掛桌子對不對 對 因為就是 古代時代 我說那是什麼 要掛這樣很辛苦 對 現在也會好 那也會好對不對 那是會救命 他有可能會打 再產生石頭 有可能 對 因為胆囊還製造石頭 OK OK 對 所以一般胆囊是要拿掉 可是現在就用這樣做 變成很輕巧 很輕巧 如果不要開刀 可以吃藥 吃藥會好嗎 會選Case 就是說你這個病人 是胆固醇純 純粹胆固醇石頭 有可能比較溶解 機會比較大 那我們現在如果胆囊 裡面的錫肉是看到是胆固醇的化 那我就可以吃這藥把它化掉嗎 你可以試 就像我們 降那個 降鞋子 降鞋子一樣 可以 可是成功率並不高 對 成功率並不高 成功率並不高 現在發現成功率並不高 所以以前最早開始也很紅 後來現在就慢慢的 比較不用這樣子了 好啦 這個還是你不要結識 那胆囊的錫肉有兩種 因為胆固醇錫肉就是你講的一樣 那就是在觀察嘛 一種不是 這是腺瘤的 是腺瘤的 那比較可怕 腺瘤才會一直長大 腺瘤就是一公分就怕胆囊癌了 對 那胆囊癌如果不理它呢 它第一期就變成第二期 第三期 那後來就是怎麼弄 不是只有切膽 要把肝一部分拿起來 另外第三期要化療的 所以這問題很大 你講很緊張耶 對 所以胆囊的石頭 胆囊的膝肉都要定期 如果沒有症狀 定期要追蹤 腺瘤最後請教你 如果打拿起來沒關係 沒有影響 因為那個膽次上 它作用不是很大 如果膽拿掉的話 會有一個後遺症 就是性功能障礙 會嗎 不會不會絕對不會 我真的是 真的 有啊真的啊 大家笑說你沒有打沒有打 可是他們說是 這是真的有人這樣問的 我等一下問你 真的你不要笑的是有人 對 曾經問過這個問題 副總不是我第一次問 我知道我知道 一定也有人問你 對我都有跟他解釋 對後來都生很多小孩 後來都生很多小孩 後來都生很多小孩 好那飛不得你膽囊 要拿掉的時候 對 就要聽醫生的話 就是這樣做就對了 對 好我們趕快來破解一下 迷失錯了 剛剛這個問題之外 還有什麼問題 膽結石患者不能吃薑黃 因為說薑黃現在可以夠花 對不對 我們飽肝或消除疲勞 那如果症瘤結石不能吃嗎 副總可以嗎 你吃根本沒有吃 對他的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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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走他的路 我們這些都不會影響他 對 OK好 自然排食 吃蘋果汁檸檬 橄欖和蟹鹽 就可以不用動到 這是前一陣我朋友 一直問我一直問我 我說我一定會 是說這一集 讓大家也明瞭一下 因為很多人 大家都怕 最好是不要開桌 吃下去就好 現在自然這個排 肝膽排食 當然不是全部都錯 這些都沒有 其實沒有作用 因為膽結石要排出來 剛剛我跟大家提過 就是說他要卡兩關 一個是在螺旋半的中下不來 就是膽要下來 膽管那個螺旋 這第一關 第二關就是說 太精彩要到總膽管末端了 掉下來就沒事了 所以有可能自然會掉 不一定要吃這個 他自然會掉 他有時候石頭很小 這掉了 他做超過以前是防膽的 過了幾天他從來不痛 防膽也退了 一做差不多掉下去 你有沒有問他 他是膽囊管 膽囊管的地方 他比較小 流下去了 可以這樣子的 但是他的卡數就不會流下去 喝水沒有用 沒有用 沒有用 那以前我們在年輕時候 用過蟹鹽 這你講的是沒有錯 是硫酸鎂 硫酸鎂有什麼優點 特別是被那個 總膽管的末端 那個瓜葉劑 他會給他放鬆 所以有可能掉下來 我們以前有試過 就是說這邊也不適合開刀 那石頭卡在總膽管的末端 用過 有些病人會下來 有些病人不會下來 所以這個是偶爾會有用 不是乳聽 不是說真的來治療他 但是現在 總膽管如果卡到石頭怎麼辦呢 現在進步了 現在就用內飾鏡去把它夾出來就好 夾出來就好 對 現在內飾鏡很進步 對 現在內飾鏡很進步 然後到那個總膽管末端去 那把它勾掉 拉掉 只要走的路好像感覺比較長一點 所以很多病人就希望做無痛的 就睡著 睡著也不用插管 就是睡著 起來就全部都沒有了 對 所以總膽管的石頭 可以把它拿掉 但是問題是說 你把總膽管的石頭拿掉 石頭哪裡來的呢 當然來的 當然還在石頭 還會製造 所以問題並沒有解決 所以總膽管的石頭 在總膽管防膽 把它解決了以後 後來還是來用副將軍把膽拿掉 因為它會製造 還是會繼續複發 還是有這個問題 等於是重複重複這樣子 OK 好 維他命含鈣會導致膽結石嗎 不會 不會 因為膽結石成分 並不是因為鈣的多而來的 但是那三個成分不平衡來的 對 因為大家也要常補鈣 那補了鈣之後 會不會有後遺症 還好今天有肝膽腸胃專家 有腎臟科的專家 營養師在幫助我們 好 先提醒大家 有膽結石 其實我們剛才有時候 危險因素有肥胖 但是其實臨床上 有些人不肥胖 一樣有膽結石 那我就要提醒大家 他是要看內臟肥胖 提脂肪 這兩個會影響到他 那再來就說 久坐的人 那我們以前在馬街醫院 我們的學姐 曾經做過一個 就是膽結石的一個調查 最後的結論就是說 如果你禁食時 一天可能只吃兩餐的人 會比一天吃三餐的人 來的危險 因為你就像我們剛才說 忽然瘦很多 就是減肥的時候 對 就是那個邏輯是一樣的 有用對不對 對 然後我們再來看下一張 就是順便告訴大家 什麼樣是危險的一些 因為膽結石是跟高油飲食有關 對 有些人不覺得這些東西 是高油飲食 譬如說像小籠包 蛋糕 不知道為什麼蛋糕明明就是高油飲食 但有人就不覺得 對 然後我上次有個客戶 他就是過完生日 吃完蛋糕後 立刻膽結石發作送醫 去做那個膽囊切除 對 所以這還是會有案例的 然後水餃 因為這些都是怎麼樣 就是比較農 就是絞肉類型的 那再來就是我們那天 油脂藏在餡裡面 對 然後我們在那個研究過程裡頭 我就是發現還有就是說 如果你是自助餐型式的人 是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以飯配菜 可是如果你是很喜歡吃這種小 小吃類型 比如說蚵仔煎啊 蔥油餅啊 小籠包啊 就是他這些人的狀況 他都吃不多 大概就一點點小吃 可是那小吃裡頭的油脂 佔了50%的比例 對 那另外還有一種型態的人是 他是美食家 你知道美食家他愛吃美食的 然後他不好吃的也不吃 所以美食家的時候 他那油脂相對也就會比較多 所以大概這兩個族群 邀請他們特別提醒 這是一個小吃類型的 另外一個就是美食家 因為他們身材往往不一定會胖 是 那回來他的飲食 就是說還是要吃些 這邊是可以比較健康多吃的 對 因為基本上膽固醇 還是需要代謝掉 這是針對膽的部分 地瓜 火龍果跟菇類 對 因為他最主要他們都可以代謝膽固醇 雖然他們不再抽血報告 不等於一定膽固醇很高 而且他比例上還是會有 那就會建議就是要一些水溶性的膳食纖維 把膽固醇給帶走這樣子 所以這邊是可以多吃的食物 那這邊就是建議要注意的 那這邊是小心地雷食物 而且案例上是真的會發生的事情的 所以常有這個內餡 我們講魔鬼常在細節裡面 對 所以有內餡油脂高的東西 所以還有餛飩 就是餛飩湯也是同樣的邏輯 有些人正猜他就是吃個餛飩麵 對 然後熱量也沒有很高 但是油脂比例很高 OK 就是油脂的攝取要特別注意 那還有就是幫大家補充一下 就剛剛其實我們腎上科醫師請到 大家要預防泌尿到感染 除了這個水要喝夠之外 那草酸鈣的食物 到底哪些是要病開呢 其實臨床上因為大家遇到 就是說它結石出來了 確認是草酸幹結石 很多人就會很多的草酸食物都不敢吃 那我就會遇到有些人 譬如說像菠菜 地瓜葉都不敢吃 結果心血管疾病都在發炎 所以我們後來就是 其實他臨床上是認為 就是草酸高的東西 譬如說要吸收率好 像我們剛才說的茶 可可 這個都會影響到 對 對 或者是說像橘子 草莓也會影響到 對 那再來就像菠菜是會影響到 所以我們又怎麼樣先把它汆燙一下 對不對 對 可是不是所有的深綠色素材 都會吸收率這麼的好 所以要提醒大家 就是說這些東西是比較確認的 對 對 有時候你如果怕它真的 那個堅果類的東西 對 因為它的是鈴嘛 鈴比較高 對 鈴比較高 對腎臟患者的話比較